OK 那么我们这一期来说一说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去英国留学的话 到底选择城市学校 还是选择乡村学校 Chester 给你个人建议是选择农村学校 特别是对于那些自治理刹 女孩 低龄 这三个群体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或者说我们家长到底又要怎么去做选择呢 因为其实如果你们深入去了解的话 会发现大多数英国顶级的这些 公区的所谓一层 很小一部分在城市 大多数的全球学校的公村低 因为它更加安全 因为城市的话 比如像伦敦啊 像曼切斯特啊 像邦连这些国际化大都市 人口流动性比较大 人多且杂 那相对来说呢 流动性越强 它可能这种社会性的风险 安全系数就会越低 农村的这种学校 Country School 相对来说人口流动性比较低 一般都是在那儿常年住在那儿的老住户 英国南边的话呢 又是英国传统的富人区 所以相对来说会更加安全 第二点呢 其实就是叫distractions 如果说你的孩子 如果说 肆致里不是那么强 比较爱玩 那这样的学校 可能对他来说 或是一个最佳选择 太多 这些吸引 那第三点呢 说的话就是活动场地上来说了 英国好的这些学校 非常注重体育 那如果说你是在城市里面的话呢 可能不太会有 比较多的这种绿地啊 或者是场地啊 去做活动 像branchton 这种学校 现在有200个 就就算更大 综合来看的话 其实小朋友 年纪越小 可能乡村越安全 越单纯 举例来说 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学校 他们的阅读习惯 阅读场上特别好 为什么 学校在农村 没能玩 第二 学校没我 手机也玩不了 所以一个小朋友拿本书 那个学校的阅读习惯特别好 然后平时活动安排呢 居然是爬树 我真的是非常惊讶 所以虽然她是一个女校 但是那个学校叫Henford 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 如果家里是女孩 想说我去演过 这种传统词校 就关注你的学校 Chester 1029 OK 今天我们在这里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